好 我们接着来 下面是儿科疾病呼吸系统的第二个 肢气管哮喘 言称之下 肢气管哮喘是儿童时机常见的慢性的呼吸道疾病 我们都知道一般慢性的呼吸道疾病 多见于老年人 比如说慢走肺 老慢肢 但是小孩子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就是肢效 这个病呢 我们知道是人的问题 体质问题 是过敏体质 所以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家族聚集现象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一个女性 她有知肖 那么她的直系亲属 知肖的发病率就特别高 包括她的孩子 也就是亲缘关系越境 与知肖患者的亲缘关系越境 则患病率越高 这具体到考试的时候 如果题目中有这么一句话 说一个孩子的妈妈是哮喘 那你就要想到这个孩子 也是哮喘的可能性非常的高 你要往哮喘上去考虑 哮喘的发病呢 我们知道 与环境因素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 比如说现在北京的雾霾 所以现在就出现了很多的 叫猴鸟老人 一到冬天 风气污染 埋来的时候 就飞到南方去过冬 或者尤其是那些 呼吸系统疾病比较重的 就是为了规避环境因素 对疾病的影响 当然 作为知肖患者哮喘 它是一种过敏性的疾病 接触过敏源 这是最主要的发病诱犯因素 当然其他的非过敏性因素 只要能刺激到气管的 比如说大气污染 吸烟啊 运动啊 包括比如说旁边啊 一个阿姨过来说 呀这个孩子好可爱啊 然后就抱了抱 亲了亲 可能这孩子就会哮喘 因为这个阿姨身上的香水味 刺激她的智气管 进来诱发了这个孩子的哮喘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哮喘的病例生理 看一下这张图 一对比你就会发现 当哮喘发作的时候 它的气管 有怎样的病例变化了吧 大家看 这是正常的气道 这是知气管哮喘发作的时候 发作时 它的主要病例生理变化是两点 第一是什么呢 是平滑机收缩 也就是知气管管壁的平滑机会收缩 这一收缩导致的结果 就是气道狭窄 通气阻力加大 同时因为有炎症 可以导致气管里的这层黏膜 就这一层膜 出现炎症 而炎症它的表现就是充血水肿 而这种水肿 必然会加重气道的阻塞 使气管的口径更窄 甚至这里边还可以有一些渗出物 这就是知气管哮喘发作的时候 但是啊 知气管哮喘最出名的 或者说大家印象最乘客的 就是它这种气管的这种病变是 比完全可逆 就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 所以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啊 叫做可逆性气流受险 重复一遍 叫什么性 可逆性气流受险 就是发作的时候 因为气道狭窄 通气量减少 却要喘 不发作的时候 跟正常人一样 那么这一点是区别成人的那个 曼祖废的最大区别 对吧 那么我讲到这儿 我希望大家把思路打开 作为医生 你既然知道这病是这样的一种 病一种病的变化 怎么治啊 我们怎么治 发作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展开治疗 第一是不是你要是 正在经轮的 正在收缩的气管 平滑机书章啊 对 也就是阔气管 把气管的扩开 让它口径打开 第二因为它有炎症 所以我要怎么办 抗炎啊 是的 我们知道它这种炎症 是过敏性炎症 OK 不是感染性炎症 所以我们要抗过敏 抗炎 其实主要给的就是抗皮脂肌虚 这是哮喘的病例生理 总之吧 关于哮喘这个病的病例特征 我就讲到这儿 够我们儿科用了 当然讲得更加深入 更加铺开来讲 应该是呼吸大系统 沙老师去讲 哮喘这种病 它的三大病例特征 第一它是一种慢性炎症 气道的 气管的慢性炎症 第二 气道高反应 这是什么意思啊 各位 什么叫高反应 就是这气管呢 特别敏感 稍微有点刺激 它气管 撕就缩上了 这就是高反应 比如说 早上睡醒之后 一出门冷空气扑面来 冷空气这么一击 气管 锁上来好久 比如说去运动的时候 跑得快一点 跑得快 通气量增加 那么气体进出 进出肺 进出走得快了一点 一次就这气管 气管 啪 就又锁上了 等等啊 这就是所谓的气道 高反应 包括旁边飘过一位美女 香味一次 就又捂着胸口 开始喘 以及这句话 肯定性轻易出现 在这个基础上 而出现症状 这是 知气管哮喘的这个 像一座冰山一样 出症状的时候 只是露出水面的 冰山的这个尖 冰山之下 是他的病理作征 是这个病的作征 好了 下面来看 知气管哮喘的 临床表现 哎 这还用说吗 就喘呗 对 就这么去想 非常正确 症状就是喘 对 但是呢 强调在儿科的时候 注意了 百分之七八十 始发于 五岁以前 所以我们要在儿科讲 然后伴随终身 所以要在 二科中 要考察他 然后 临床表现 就是喘 当然 同时会有咳嗽啊 喘啊 气醋啊 胸闷啊 这不都缺氧缺的吗 常常在夜间 清晨发作家具 哎 为什么在夜间 发作呀 因为我们知道 夜间迷走时间兴奋啊 迷走时间兴奋会 气到口径会更窄 气管会收缩 然后呢 严重的病例 你就这么想 大家比如说 这是正常人的气管 口径 这么粗 这气管 消产发作的时候 变这样了 什么叫严重病例 严重病例就成 这样了 甚至更窄 啥意思 都快憋死了 是不是都快没通气了呀 这气都进不到肺里去了 缺氧都快 缺得非常严重啊 端坐呼吸 恐惧不安 大汗淋淋 面色 幸会 缺氧缺出来的啊 这就是他的临床表现 下面是 知气管哮喘 他的诊断标准 与分期 其实诊断哮喘 并不难 但是 如果你是一哮喘 这个诊断 是没有临床意义的 你必须诊断 到底是哮喘的什么期 你才能指导治疗 因为不同期的治疗 是不一样的 所以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 诊断标准 等一会再看 我们先看诊断标准 然后再看怎么分期 先看诊断标准 那儿童哮喘诊断标准 不论年龄 都是这么诊断的 这是我给他简化之后 就剩这几个字 你们书上 你们书上当然是大段的文字叙述 其实到最后的干货 就这么几个字 比起来啊 只要一个孩子 症状是传 症状一个字就是传 好吧 你看到一个孩子在传 你第一个反应就是 掏听诊器呗 干嘛 做肺部听诊 一听听到满肺散带的 或遍布的孝明音 症状是传 听到孝明音 基本上这病就定了 这前两条有了 基本上就是笑传了 当然 我们还可以再严谨一些 比如说 我们给他一点支气管扩张剂 就是扩管 我这里说的扩管 就是扩气管 比如说让他细点 沙迪安唇 特不塌灵 一给支气管扩张剂 诶 喘也不喘了 孝明音也消失了 这也就是有效 最后一点 排除 其他 就不是别的病 病了 小喘 这就是我们儿童孝船的 诊断标准 大部分孩子 这么着就诊断了 但是我们知道 有些孝船是不那么典型的 对于那些不那么典型的哮喘 我们还有办法 怎么办 做实验啊 叫不典型 做实验 实验怎么做 小口说 好啊 这就是儿童哮喘诊断标准 当然如果拆开来讲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点啊 一个是喘 一个是孝明音 喘的同时有气粗 有胸闷 有咳嗽 而且 你仔细去问他的病史 他发作之前 可能会接触过什么过敏源 比如说去 浇油了 春天去浇油了 接触到了化粉 比如说接触了冷功剂 再比如说啊 发病之前感冒了 运动了 也就是你能够 问病史能找到 喘的诱因 另外这时间我们已经说过了 夜间 清晨发作加紧 孝明音什么样 你们技能会讲 我们知道 下气到阻塞 下气到阻塞 它的表现形式 除了孝明音之外 会表现出以呼气向为主的呼气困难 就是呼气更困难 明白吗 呼气向延长 这儿的病例生理 我们不再拆开讲了啊 口管有效 拍出其他 这是在给孩子干嘛呀 啪 喷一下 山边出 吸进去 一会儿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实验 不典型做实验 怎么做呢 要求 实验结果必须满足以下任何一项 哪几项呢 是这个表格 哇 好大的一个表格 所以 我们如何解决这个表格呢 看我的啊 咱们先不说这表格 咱们先来看一下我给大家的示意图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我们前面看过的 我的实验的目的就是为了验证支气管哮喘这种病的一个最大的病理特点 叫可逆性气流受险 所以为了验证这一点我有两个验证方法 要么激发实验 要么舒张实验 看这个箭头 你就能理解这个实验的目的 就 如果我可以很容易诱发正常状态的气管 发生支气管平化剂的精卵 我就证明 它这气道高反应 OK 特别容易 就精卵 那么做的更多的是 我们所谓的实验是可以让正在发作的这个 这个支气管 恢复到正常状态 恢复到能够完全恢复到正常的通计功能 这个实验就是所谓的舒张实验 但是有意思的是 不管是激发实验 还是舒张实验 我们的评价指标都是这个F1V1 F1V1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什么是F1V1呢 我们来解释一下 F1V1 这个名词我们其实在生理学讲过 并且会在生理学作为重点去讲 它的定义是 第一秒末的用力呼吸量 又叫时间肺活量 概念总是那么抽象 来让我们一起做一个 好 做的方法是在 使劲吸气之后 使劲的呼 但是要呼的时候 要用最快的速度去出 当然我们往外呼气的时候 要把气吹到一个专门的机器里面 然后这个机器就可以计算 你呼气的第一秒末 呼出去了多少气量 这个气体的量 OK 这就是所谓的第一秒末 用力呼气量 那这个指标有什么意义呢 大家想一想 如果气管口径这么粗 我们这么画了 气管口径这么粗 和气管口径这么窄 大家说 我呼气的时候 第一秒末呼出去的气量 哪个气量更大呀 当然这个F1 V1 大 同不动 也就是第一秒末 呼出去的气量比较大 因为它口径粗啊 但如果气到狭窄的话 那么同样是 做这个动作 时间都是第一秒末 但是它的 F1 V1 就会怎么样啊 小 我们就用这个指标 来评价它的 肺的通气功能 好 然后 所谓激发实验就是 我可以用药物 很容易诱发它的气管 发生精卵 诱发气道狭窄 使得F1V1 迅速下降 而且下降的幅度 超过20% 好吧 就是我给药之后 就给了这个 激发药物之后的 F1V1 下降的那个 指标 比给药之前的 那个指标 要超过20% 反过来 舒张 激发实验 我们做的很少 极少 一般不敢做 因为 一不小心激发成 哮喘持续状态了 那是会要命的 同意吧 所以激发实验做的少 大部分我们做的 都是舒张实验 所谓舒张实验 指的是 我们很容易 比如说 我给了这一管 舒张剂之后 给药后的 这个F1V1 比给药前的 F1V1 增加的幅度 超过12% 注意啊 这儿是 下降的幅度 超过20% 这一块是 增加的幅度 超过12% 这就是所谓的 实验 实验证明 知气管笑船 当然我们也一定要 借助机器来操作 好 回过头来 我们再看这个表格 就容易得多 然后第一个实验 就是知气管 激发实验 或者叫运动激发实验 什么叫运动 就是在怀疑这孩子 是笑船 我让他出去 先跑一圈 跑之前测一下 他的F1V1 跑一圈回来之后 我再测一下他的F1V1 看他这个指标的变化 目的是为了 检测气道的反应性 诊断那些不典型的笑船 如果运动实验 就让他去跑圈好了 然后 如果给药的话 诱发的药物是 隐线单减 指标 就这么一句话 F1V1 就是给药后的F1V1 下降超过20% 而做的最多的是 这句话 舒张实验 或者叫抗笑船 治疗有效 目的就是证明 这个气道的梗组 是可逆的 可以完全恢复到 正常状态的 大家看一下 所谓 支气管舒张实验 给的就是 沙丁安醇 或特不达林 给药后 F1V1比给药前 增加12% 而抗笑船 治疗有效 指的是 我认认真真的 去治疗一到两个星期 包括给上 沙丁安醇 加给上 谈米尔激素 一两个星期之后 我们就发现 F1V1比治疗之前 又是增加12% 所以这些 前三点我们已经说了 这三个我们都已经讲了 还剩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呢 PEF 又出现了一个英文简称 PEF是什么呢 PEF 这个指标 叫做呼气风流速 我把它写一下吧 呼气的风流速 也就是在呼气的过程中 这最快的气体流速 那大家想 如果气道口径粗 气体的流速就会快 气道的口径细 这个流速就会慢 然后我们可以动态测量 就用一台机器 比如每天 早中晚各测一回 或者每隔几个小时测一次 然后连续监测 一到两个星期 在这一到两个星期之后 我去看它这些指标 最高的呼气风流速 与最低的呼气风流速 这个变异的幅度 超过20% 就证明这气管 一会儿扩 一会儿缩 一会儿气道是正常的 一会儿气道狭窄的 这就是所谓的实验 怎么做 搞定了 好 以上是典型的哮喘的 诊断标准 下面在我们儿科 还有一种特殊类型的哮喘 这是区别于成人的 成人没有这个诊断 只有儿科是有这个诊断的 叫做咳嗽变异型哮喘 注意啊 各位 这个名字啊 再变异它还是哮喘 只不过区别于 我们典型的哮喘 典型哮喘的主要症状是喘 而这种哮喘的症状 表现为咳 OK 其实大家可以把 咳嗽变异性哮喘 理解成典型哮喘的一个前驱阶段 它迟早会发展为典型哮喘的 那么咳嗽变异性哮喘 它的诊断 包括了基本条件和补充条件 这我给大家整理了两个框 咱们先来看这里所谓的基本条件 基本条件首先就是症状是咳 而且咳嗽持续时间超过四周 并且这种咳嗽 抗生素治疗无效 也就是说不是感染引起的肺炎那种咳嗽 排除了感染因素 再加上抗哮喘治疗有效 也就是说吸点沙迪安醇不咳了 最后排除其他 这就是诊断咳嗽变性哮喘的基本条件 其实就是把前面的船换成了什么 咳嗽 下面的补充条件就是 它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 知细管激发实验阳性 或者是PEF 也就是呼吸风流速每日的变异率 或者说连续监测一到两个星期 每天的变异幅度 超过20% 以及他的个人或者是一二级亲属 有特因性病史 所谓特因性病史就是过敏史 或者什么病原测试是阳性 验证了他是有过敏源 诱发了他的消传 这叫补充条件 其实只要有基本条件 我们就可以拟诊为 就可以拟诊 拟诊为咳嗽变异性小传了 如果有这些补充条件 我们便可以确诊了 好那么以上呢 我们就把哮喘的诊断 讲完了 看来哮喘这种病的诊断并不复杂 对吧 症状传或者是咳 然后 一给沙迪安春特波特塔林 不传了不咳了 排除其他 好那 接下来我们要讲哮喘的分期了 分期诊度是我们必须给的诊度 因为不同的分期我们首选药物是不一样的 治疗原则也是不一样的 大家看我们把哮喘分为这么三个区 包括 急性发作期 慢性持续期 以及 临床缓解期 我们来解释一下 注意啊各位 我接下来给你的这些解释 听懂就行 不用背 但是你这三个区 这名字你必须记清楚了啊 首先看什么叫急性发作 那就是正在喘呗 患者是此刻 正在出现 以喘息为主的各种症状 就叫急性发作期 当然了 急性发作期 又可以分为轻度 中度 重度 又可以去分度 还可以进一步的去分度 这个我们就不提了 接下来 慢性持续期呢 怎么少了一期呢 慢性持续期 什么叫慢持 慢持就是 说他 虽然没有急性发作 但动不动就 就一阵胸闷 动不动就一阵 那么憋喘 动不动就来那么一阵 这就是所谓的慢性持续期 这就是 理解一含义就行了 就是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不同频率的 不同程度的 会出现一些症状 喘息啊 咳嗽啊 胸闷啊 等等 这就是慢持 最后一个就是 临床缓解期 我们当然希望孩子 处于临床缓解期了 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啊 所谓临床缓解就是 没症状 没体征 没有临床表现 不止如此 要求肺功能 肺的通气功能是 正常指标 也就是F1V1 以及PEF这些指标 都在80%以上 80%预计值以上 80%预计值以上 就是正常的 肺的通气功能 并且要求维持多少时间啊 三个月以上 我们便可以诊断 后来进入到了 临床缓解期 好 完成了啊 关于哮喘的分区 首先你要记住 是这三个期 其含义 理解就可 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 特殊的哮喘状态 这叫哮喘的持续状态 又叫做哮喘的 危重状态 这是会死人的 就是危机生命的 会憋死的 OK 要是在以前 没有很好的 哮喘患解药物之前 一个哮喘患者 进入到哮喘持续期 就会憋死 至于他的文字解释呢 我不想指数 反正就是 严重的缺氧呗 呼吁困难 语不成句 对吧 不能说话 没气怎么说话呀 呼吁困难 大汗淋漓 烦躁不安 这都是缺氧缺的啊 发肝肯定啊 因为严重的缺氧患者 可以出现意识的障碍 可以 我们说 你如果去听的话 此时你还能听到 笑民音吗 笑民音是怎么回事 是气体 气体穿过狭窄的气管 那种 嘶嘶的那种声音 哮喘持续状态的时候 那气就不是 根本压根就进不去了 就没有肺痛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听到什么呀 你什么都听不到了 那叫什么 赖着寄精肺还记得过 寄精肺 又叫沉默肺 这就是哮喘持续状态 同样啊 这种名词用于理解 不用死背 但是要知道有这么一趋 好了 诊断完成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治疗 哮喘的治疗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病能治好吗 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说 这个哮喘患者 被我们治了一段时间之后 好了 再也没有哮喘了 彻底痊愈了 可能吗 No 不可能 对 这是一个体质问题 对吧 是人的问题 品种问题 这话虽然不好听 但是方便大家好理解 因此 我们的治疗目的是什么 我们治疗的原则就是 第一 尽量不要让它发作 如果它已经发作了 控制发作 OK 平时的时候 预防复发 所以 整理一下 就这四个 三大原则 叫做 去除诱因 控制发作 预防复发 这是我们的治疗原则 去除诱因就包括 我们可以帮它查过敏源啊 如果知道它对 比如说对花粉过敏 那么到春天 花粉飘扬的时候 就别出门了 戴口罩 如果它是 与感染相关 比如说一种特殊的病毒 呼吁到荷包病毒 特别容易诱发 小传发作 那就帮它清除感染灶 去除各种诱发因素 控制发作指的是 这些 这些就是我们等会儿 要讲的重点 你就是急性发作期 怎么用药 慢性持续期 首选什么药 哮喘微重状态 怎么处理 这将是我们的重点 最后预防复发 要想能够很好的预防复发 就必须做到 长期的 持续的 规范的个体化治疗 也就是哮喘的治疗 是不能随意中断的 不能因为最近 啊 自行挺好的 自行没有发作 然后就自行挺咬 就容易有 容易导致腐发 好 原则说完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再回忆一下 其实前面我有跟大家提到过 我们的治疗 是怎么展开的 这是正常的支续管 横截面 它的口径 这是支续管 哮喘发作时的 支续管 我们要做的事 第一 把正在经轮的 正在收缩的支续管 平滑肌给它 书张 也就是 阔管 阔支续管 阔支续管的药有哪些呢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下 挺顺的啊 你听听 BetaG M组合产阶级类 对 再来一遍 BetaG M组 产阶级类 这三类药 都是阔气管的 就是作用于平滑肌的 同时我们得把 黏膜的这层炎症 是不是得给它削了呀 都是抗炎 抗炎的药物是哪些呢 给大家整理成了一个好玩的东西 叫白糖 这里的白是指的 白3C受体的调节剂 糖 糖皮质激素 所以这样你就好记了 白糖是消炎的 BetaG M组合 茶减类是扩管的 这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下 整理一下这个表格 抗炎的白糖 应该说 这些管哮喘 抗炎 最好使的药 就是糖皮质激素 ICS 现在的白3C受体的阻断剂呢 比如说那些扎柳斯特 莫柳斯特 这些斯特 白3C受体的阻断剂 可以减少激素用量 就是给激素帮帮忙 扩管的BetaG 指的是Beta受体的激动剂 M组指的是M受体阻断剂 M受体阻断剂又叫抗胆碱类药 这一回事啊 我就不再讲药理学了啊 M受体不就是胆碱受体吗 阻断M受体不就抗胆碱吗 还有就是产碱类 具体的代表药的名字 我给大家编了一顺口溜 大家试一下 试一下啊 叫Beta受体激动剂 沙特最快特罗9 什么意思 这里的沙 沙丁安醇 这里的拓 拓骨他0 沙丁安醇和拓骨他0 是速效短效之际 重复一遍 速效短效之际 所以体效最快 除了沙特之外 还有特罗 什么叫特罗是啥呀 能想起来吗 沙美特罗听说过吗 浮沫特罗 就各种各样的特罗 后缀是特罗的 也是Beta受体 Beta受体激动剂 但属于常效的 所以特罗9 好 往后 M受体阻断剂 拖塔天王 扩管枪 那个塔是不是可以变大 然后把妖精给照在塔里面 扩管的 拖 什么意思 M受体阻断剂的要名 都带一个拖子 比如说一柄拖秀案 塞拖秀案 这样就好记 其实他们都是阿托品的 徒子徒孙 还有 茶碱的治剂 一大堆 茶碱类的药物 有很多种 缓释的 控释的 静脉的 口服的都有 接下来 白3C受体的阻断剂 扎鲁 梦鲁 格斯特 扎鲁斯特 梦鲁斯特 激素也有好多种 对 激素是哮喘治疗的 一线药物 但激素有很多的记性 有吃的 吸的 打汁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吸入制剂 口服制剂 注射的 都是哮喘治疗药 选对药物是关键 那么各位 考你们各位医生 考什么呀 就考这个词 怎么选药 你能根据 你能给患者 选对药 就是高手 但是你要想会选药 要想能够 选对药 选准药 你要做到两点 第一 你要对病足够的了解 比如说 得能诊断他的分期 你得知道患者是哮喘的 哪一区 第二 你得对药 足够的熟悉 比如说 这些常用的药物 哪些是 苏效短效的 哪些是长效的 OK 这些得足够熟悉 你才能够 给他们配夺 选药吧 好 OK 那么最终 关于哮喘的治疗这里 我能帮你的 或者说我能给你的 最有价值的 就是这个表格 我可以把话放着 只要考哮喘 哮喘的治疗 或者说哮喘的药物治疗 不管是你呼吸大系统 还是我儿科考哮喘的药物治疗 核心考点都在这张表格中了 它非常的宝贯 希望大家一定要花时间和精力 把它拿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是怎么整理的啊 我这个表格重点整理的是哮喘 急性发作期和慢性持续期的悬药原则 那有的人说 你为什么不说临床缓解期啊 如果真正进入到临床缓解期 那可能是可以不用药的 还有说 为什么没有哮喘持续状态啊 哮喘持续状态不是药物可以搞定的 那得气管插管 是这样吧 所以主要总结这两个期的药物治疗 悬药原则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看 急性发作期怎么选药 我希望你脑子里面能够脑补一个画面 就是哮喘正在发作时那个气管 那个横结面 所以既然它正在传 我首当其冲 是不是得把气管给它扩开 扩气管 因为是在急性发作 所以我要选速效短效之际 所以此时的首选药是 短效的β受体机动剂 具体来说就是沙迪安醇和土不踏灵首选 都行 这是首选 把气管扩开之后 我们知道急性发作期是有炎症的 所以我们还要帮忙把炎症消掉 同意吧 所以我们用不用激素 有 急性发作期肯定是要上激素的 没问题 对大家都认可 我肯定要给糖皮尔激素 把这炎症消掉 问题来了 亲 我有问题想问你 而且我猜你会错 不行的话 我们打个读试一下 我的问题是 请问 哮喘急性发作期 用糖皮尔激素的话 是用糖皮尔激素的哪种之际 吸入的口服的还是静脉的 哪种 或口服或静脉 一般都是先静脉 因为它起效快 因为现在是哮喘的急性发作期 静脉起效快 而吸激素请注意 吸入的糖皮尔激素 光起效 就得小一个星期 原水解不了静脉 我表达清楚了吗 所以记住了 糖皮尔激素在急性发作期 选不选?选 但是记性要搞定 口服或静脉 静脉的比如 氢化可地松 第三米松 都可以 甚至 亚破尼龙 都可以 但如果问你首选什么 一定首选的是 阔气管的 沙尼安醇和 特布塔利 这两个就构成了 我们的一线用药 下面呢 其他的药物呢 就只是备选 备选而已 比如说 抗胆减药 像一柄脱秀案 它也可以阔气管 可以帮帮 沙尼安醇和特布塔利 比如说 沙尼安醇和特布塔利在 阔 它呢 在助其一臂之力 换句话讲 上面搞得定了 就不需要他们了 上面搞不定 可以在 家用 一柄脱秀案 或者是插尖类 但茶碱类呢 我们知道 它的虽然药效很强 但不良反应又多又重 除了便宜 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优点 就是便宜 你懂吗 药效肯定 价钱便宜 唯一的最大的短板 就是不良反应 副作用 太多太多 所以比如说农村的什么的 可以考虑用茶碱 口服或静脉 以上是哮喘 急性发作期的用药 接下来是慢性持续期 慢持 首选变了 先提醒你啊 首选变了 慢性持续期 我们的用药目的是 不让它发作 急性发作期 是让正在发生的哮喘 恢复到正常状态 慢持我们是让 正常的气管不发作 这可不一样 所以慢性持续期 我们首选的药物是 抗炎的糖品质激素 因为要长期用药 所以要吸入给药 也就是吸入型的糖品质激素 是用于预防小传发作的 用于慢性持续期的 常用的药品 包括贝利米松啊 布里奈德啊 布提卡松啊等等 比如说布里奈德 后贵的 一盒 去之 小100块 便宜的油 贝利米松 总之一定要记住 是吸入哦 因为吸入给激素 我们知道它的优点是 几乎没有全身不良反应 OK 最多就是口咽部 时间长了 会有额口窗啊 神言嘶哑啊 什么的 明白吗 可以降低激素 全身不良反应 好 再往下是 合用 当然可以合用一些气管扩张剂 尤其是经常动不动就发作 发作比较平凡的 我们可以合用一些 支气管的扩张剂 但此时我用的是什么项 长效 长效贝特尔受体激动剂 也就是我用特罗 浮沫特罗 沙美特罗 等等特罗 所以临床上有很多他们的 现成的辅方制剂 比如说 贝勒米松 浮沫特罗 浮方制剂 还有布丁奈德 沙美特罗 浮方制剂 就是趴喷一下 吸进去 这两个药都进去了 所以在哮喘慢性持续剂 这对组合 是一线治疗 问你首选什么 一定是首选 吸入 抗皮疗基础 后面这些就是带选的了 比如说 白3C受体阻断剂 扎鲁斯托 摸鲁斯托 可以帮忙激素 减少一下激素用量 但是单独饮用效果不好 但是它呢 有时候对过敏性鼻炎 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抗单件药 这儿也 你看这儿也有拖 只不过是赛拖 一柄拖是短效的 赛拖是长效的 最后查检类 我们可以用查检的缓控式制剂 查检类也有吸入制剂 只不过他们呢 就是 怎么说呢 就不如 前面两个 好 OK 那么这张表格 咱们就一起把它串下来了 接下来 最起码 你把首选 一定举 现在肯定会考到 大家看这些孩子啊 这是在医院 做吸入治疗 或者是 做 记住啊 这是 随身携带的 校长的孩子 是不是都会随身携带 这样的 吸入之际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简单的给大家提一提 校船 微重状态 又叫校船 持续状态的处理 我们知道这种状态是会 憋死人的 关于它的这个处理的讲解呢 我们就只说原则 大家想 它缺氧都快缺死人了 都快憋死人了 我们首先当然要吸氧了 目的是维持氧分氧 这种 这种喘 我们知道会 丢失大量的这个体液 会丢失大量的水分 所以要补液就酸 缺氧会导致酸中毒啊 尤其是防止 痰液过年 阻塞期到 我们可以给一些 化痰的药物 微重状态给糖皮尔激素 一定要静脉给 早期静脉大几粮的给 比如说静脉给甲铺尼龙 支气管扩张剂 βG M组查检 该上就得上 可以联合给药 但是往往 我们所谓什么叫微重啊 微重就是这些药物 可能都上了 照样这个支气管的精卵 无法得到缓解 那个时候主要靠什么呀 靠暴力解决问题 也就是机械通气 对吧 上呼吸机 镇静 你想啊 它缺氧缺的啊 意识都会有问题 烦躁 甚至可以抽 所以我们要镇静 可以给水壳路犬灌肠 但其他的镇静剂不要用 抗生素 这不是感染性疾病 所以不常规使用 事实上 这么说吧 一旦到了哮喘的 微重状态 我们的最后一招 绝招便是 机械通气 辅助呼吸了 关于机械通气这里 我们简单说一下啊 也就是只要具备下列指针时 就应该上呼吸机 辅助呼吸 你看又是一堆指标 这一堆指标 是不是全部都要背过呢 不需要 因为它有原则 原则就是 药物治疗搞不定了 也就是 扣不住了 叫加重 不缓解 前面的治疗怎么样 无效 我就只能上呼吸机了 呼吸的话你看看啊 第一条叫 严重的持续性的呼吸困难 第二条叫呼吸音都减弱了 甚至效果音都消失了 这叫什么来着 聚静肺 沉默肺 还记得吗 因为这肺都一点通气都没有了 这气都快 一点都进不到肺里去了 还有就是 长时间的 这么喘 会出现呼吸机的过度疲劳 使得胸祸活动受险 没劲了 所以需要我们去给它一些外力 另外就是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脑缺氧的表现 比如说意识障碍 烦躁 甚至昏迷了 第五点就是 虽然已经虚上氧了 比如说已经面罩吸上氧了 但是依然发肝 进行性加重 啥意思啊 也就是这种发肝 是通气功能障碍引起的 不是你给氧就行了 你给的氧到浓度够高 吸不进去 得照样发肝 还有就是 一旦二氧化碳分压太高了 高于65毫米公众以上了 这都快要发生二氧化碳昏迷了啊 就是二氧化碳主流 是费通气不足的经标准 就只要费稍微有点通气 这二氧化碳都可以出得去 你能理解这意思吗 所以二氧化碳都高了 二氧化碳储留了 那就证明二氧化碳都出不去了 就证明费通气量太少了 这就得上呼吸机 这是一个特别好用的指标 所有这些呢 大家呢 就是在理解的基础上 去去把它过一下 好吧 倒没必要说竹子竹具的去背过 那倒没必要 就是前面的药治疗 无法改善病情 那就上呼吸机 好 总之治疗目标 你看又有七大条 但是啊 还是我们前面的原则 就冰来浆荡 水来土验 如果现在正在急性发作 控制它 尽量能够确保它不发作 就是 能够使它处于最轻的状态下 甚至无症状 另外防复发 也就是防止症状加重和反复 尽可能将肺功能维持在正常 或接近正常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 长期发展下去 这孩子寿命会特别的短 因为它会早早的发展成COPD COPD是啥 慢足费啊 也就是那个时候的 气道的 狭窄已经是不可逆了 就不能恢复到正常的通气功能了 OK吗 到慢足费呢 就离死不远了 对 第四就是防止不可逆的体流受限 就是防止它过早的发展到COPD 确保正常的活动耐力 这样的人就得娇身管养 就是它如果支气管 长期主在精卵状态下 它又缺氧啊 缺氧它能干嘛呀 把它无法承担体力劳动 避免药物的不良反应 防止您孝患而发生的死亡 就是治疗目标 这都符合我们的一般认识常规 相对于这个来讲 我觉得这儿更重要 那就是哮喘的预防 首先是免疫疗法 这个大家应该听说过 包括特意性的免疫疗法 又叫脱免疗法 所谓脱免疗法 就是我们首先要找到过敏源 我们得知道它对什么东西过敏 就是我们会有几百种的过敏源 挨着往它皮内注射 看哪个能引起它的过敏反应 最终找到它的过敏源 具体怎么找这些续节呢 我们一般考不到的 大家可以做了解就行了 然后找到过敏源之后呢 就开始把这个过敏源 不断地往体内注射 就是浓度从低到高 剂量逐渐递增 每周注射一次 持续注射几年 两年 这就是所谓的脱免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如果大家特别怕考试 你特别对考试的那个场景 非常紧张 那我就天天让你摸考 对吧 我一直让你处在考试状态下 时间长到你对考试也就无感了 再比如说你怕猫 怕猫我就在你的身边 比如说你的电脑屏幕上 墙上 你的你的钥匙链上 都是猫的照片 猫的玩偶 你天天看它 你就不怕了 这就是所谓的脱免疗法 免疫调节治疗 这大家了解就行了 色肝酸钠这里 记的时候记这就行了 色肝酸钠和同体分这两个药 这两个药是作用于肥大细胞 抑制肥大细胞脱颗粒的 这概念是不是 不懂 我解释一下 就这肥大细胞和 试碱性粒细胞 一旦释放这些过敏性物质 就会引起过敏反应 就过敏反应就是它引起的 它和肥大细胞和试碱性粒细胞 是引起过敏反应的 怎么引起就 释放出去一些物质 色肝酸钠和同体分可以让肥大细胞 不能释放过敏性物质 所以可以让过敏不发生 重回一遍 让过敏不发生 OK 所以我们给药的方法一定是在 比如说季节性的小船 一定是在它发病之前的一个月去给药 可以达到预防的作用 但是拜托请注意 它对已经发作的小船有效没有 明白了 这是色肝酸钠和同体分啊 我们经常叫它粉色 分粉色色肝酸钠 粉色都是预防的 好 接下来还有糖皮质激素了 还有糖皮质激素 这是我们预防哮喘发作 最好使的药 就是糖皮质激素 就是即使病情缓解之后 我们的治疗能不能停止啊 不可以 必须继续吸入维持量的糖皮质激素 至少两年 六个月到两年 或者是更长时间 如果一停就发作 那就得持续吸 所以考试的话 记住啊 预防校船发作 用在发作前的 斯根酸钠和同体分 长期用药 不能停的是 糖皮质激素吸入给药 这两点 使用校船预防的方法 再好就是对患者家属 患儿家属进行 健康教育和管理 这个病说实话 如果控制好了 没问题 能控制 就根据我们目前的 医疗技术水平 我们能控制 但如果不重视 让这个病情 任性地进行的话 任性地发展的话 这个孩子寿命会非常强 因为他的肺功能 会继续性恶化 好 下面我们看题 接到题问 目前对儿童校船 看关键字是什么期 持续期 对 你看到这三个字 这题目就能做对 校船慢性持续期 手选的药治疗是预防发作 这样吧 让他不发作 不发作手选谁啊 糖皮质激素 但有没有发现 C和D C和E都是糖皮质激素 哪个是答案 长期给药一定是吸入给药 这样才能降低 他的全身不良反应 那我这道题 如果我换换 我把持续期 换成发作期 选哪个 那答案就应该是 Beta受体的激动机 沙迪安唇特不探灵了 好 还有一道题 A2形体 5岁男孩咳嗽了40多天了 夜间清晨 夜间清晨和运动后咳嗽 我们知道这句话 夜间清晨运动后发作 几乎就是校船的同名词 可识别性特别高 无痰无发热 无痰无发热 我们就不考虑炎症了 对吧 不考虑肺炎 而且曾经也用过 阿奇梅素 投包克洛 给的这些抗菌药够给力了 但是效果不佳 这意思就是抗生素治疗无效 PVD实验是阴性的 也就是不是结合 胸片也没事 然后也就是说 整个患儿的主素 就是一个咳 除了咳别的没事 抗生素治疗无效 然后还有这句话 他的妈妈是有过敏性病炎 也就是他有过女的家族史 因此最可能的诊断 应该是 咳嗽变异性小船 所以答应是B 因此呢 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啊 说 等咱们家孩子长大了 找媳妇 或者是找男朋友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他 问他的 注意查他们的 这个家族疾病史啊 因为这个体质的问题 这个品种的问题 真的改不掉的 跟大家开玩笑啊 事实上我们也说了不算 对吧 好 这样的话 哮喘的复吸 我们也完成了 呼吸系统的疾病 我们还有一个 小儿肺炎 知道吗 整个呼吸系统 我大概做了 80多张环灯片 其中40多页 是小儿肺炎的 所以你知道它的重要性 好 让我们休息一下 看节课见 团队